今年的6月4号是天安门大屠杀的22周年纪念日 岁月的流逝 中国人是越来越淡忘了天安门广场上的血雨腥风 还是越来越多的明白了六四屠杀的真相呢? 一位英国华人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起来看一看他的亲身讲述 当旅居英国的华人郭靖看到5月29号晚 青年钢琴家朗朗 在英国卡迪夫圣大卫霍尔剧场演出的消息时 他在最后一刻买了一束白菊花 匆匆赶到了剧院 他想请朗朗演奏一首安魂曲《风中的蜡烛》 同时他想把一束白菊花献给六四的亡灵 和共产离前几次下毅然的搬开了群包 虽然89年郭靖还不到20岁 也不明白学生民主运动的意义 但是思从他踏上自由的西方国土 就看到了真实的信息 他完全了解了 中共当初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 而残杀民众 那个台阶不是有八十公分吗 我是跪着上去的 我说朗朗能不能为中国人弹一曲 我跪曲你一曲 他拿了这束花都是很开心 应该说白菊花不应该拿的 白菊花是祭祀用的 我说拿共产集权下统治下的那些亡灵台一曲安魂曲 他脸色马上就抓过去了 马上就叫把安全人就把我赶了 当时正是朗朗的演奏会结束后 向观众羡慕的第一时间 郭靖的举动让台下的观众非常震惊 但郭靖认为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 他感伤的说 22年前的血还在溜 那些年轻生命的灵魂还在那边飘荡 没有闭上眼睛 最让他惊奇的是 事后他才发现 他在最后一刻花了35磅买到的票 是这个座区最后的一个空位 座位对于上台献花也刚好 郭靖连声感叹 能做成这件事真是天意 读咒会简缩的时候 我一分钟之内就冲到去了 要是换了别的位置 后面的位置还不行 而且我告诉你 这张位置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这也是天意安排 几个月前 郭靖听说了 朗朗受邀在白宫演出时 弹奏了中共洗脑电影的红色主题曲 这次在朗朗演奏会的中场休息时间 他把一封准备好了的劝告信 放在朗朗的钢琴旁 郭靖介绍说 这封信的中心就是抱戒朗朗 不要被中共利用 中共是一个恶势力 黑社会和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怪兽 要吃掉所有中国人的良知 和正义的灵魂 我要劝告他远离中共 做你自己就是想要成的艺术家 你为什么要跟那个邪恶站在一起呢 你当你弹上这首曲子的时候 在白宫弹上这首曲子的时候 你是当着面揍了奥巴马两个巴掌啊 郭靖出国后成了虔诚的基督教 在国内时 他的儿子出生后 差点因医疗事故成了脑瘫 他四处求告都无人理睬 最终家庭破裂 郭靖远走他乡 出国后他看到了九平共产党 这对他思想冲击很大 他完全明白了中国人一切痛苦的根源 郭靖呼吁中国老百姓 不要害怕中共 不要失去民主的精神 他谴责中共为了自己的政权 不可能为百姓想去根治腐败 你不能维护为了维护这个政权而承治 你要为老百姓真的要做一些利益 有些东西要做出来呀 你要惩治腐败呀 你要惩治那些贪官呀 但是我发现那个腐败跟那个贪官 那些利益结合在一起 如果一旦惩治腐败的话 共产党就解体了 郭靖最后说 有一天中共倒台了 将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 国庆日 新唐人记者 萧妍赵新芝 王明宇才回报道